那明年如果說習慣有運動 然後休閒活動是在空中 比如說高空彈跳 或是遊戲什麼摩天輪 營銷飛車 這一種高空的意外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安全 再來我們就要談到 明年是一個爭奪權利的一年 就是國與國之間 或是人與人之間 會比較多的爭端 就是爭論我一定要贏 然後就是說 政黨當中也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特別要提醒的是 遊民 就是我們台灣現在 其實遊民還滿多的 是遊民跟遊民之間 會有這個爭端 吵架 爭地盤 對 就吵架 或是爭奪食糧 或是爭奪地盤都會 假年拜財神也特別靈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這個 趙公民也就是五曲心 因為化科代表顯靈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假年會特別特別靈 而既然拜財神也特別靈 就會有新的有趣的事情發生 就是金融體系開始改變 包含炒房是台灣 很重要的一個金融活動 會有全新的炒房規則 開始發生 所以以前炒房的方式 已經不行了 是新的炒法還是不讓炒 一定是舊的不讓炒 但是你知道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所以一定會出現新的炒法 用煎的嘛 不要用炒的 所以剛剛瑞哥有講就是說 這個房價還會緩步上漲 原因就是新的炒房方式 在慢慢萌芽 大家在找那個把房價 再炒上去的方法 所以以前的炒法不太行 大家現在要關注一下新的炒法 明年開始不管誰當總統 海峽兩岸的對峙跟緊張的氣氛 會緩和 你會覺得怎麼可能呢 好 我告訴各位 因為很簡單 因為如果習近平有非常多的錢 那麼有錢了以後跟男人一樣 有錢就變壞 你知道嗎 所以要告訴各位 不要笑 我說的是真的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中國經濟不景氣 你們有發現他現在沒有來挖 我們謹慎的那些邦交國嗎 沒錢 要錢 各位 他對準台灣的這些飛彈 即將面臨到淘汰潮 一支飛彈要五千萬到兩億以上 所以他的飛彈是幾百顆幾百顆 過期的 要淘汰掉了 要做新的飛彈 都要錢 現在多少錢 我所知道的 包括我們的親朋友 有在當台商的 還有子女去那邊工作的 現在都面臨到被減薪 大幅度的減薪 兩萬人民幣 就把你減到剩下六千塊人民幣 侯友以後選人有一個這個習慣 他沒講一句話 停頓的時候 他的脖子都會抖一下 沒錯 對 因為我們要當 三十幾年來都這樣 我認識他三十三年 對 他習慣這樣抖 因為我們講手領 手領這個手很重要 不能搖晃 所以這個對他也是減分 因為他今年也充太歲 就像我之前也有講過 他要這個拼搏 真的很費勁 侯友以是受到天象星的造謠 就屬雞的這個是天象星 所以代表他的整合是關鍵 他越能整合成功 他就越能在這個投票上面 獲得巨大的好處 可是這個整合 目前看起來是巨大的挑戰 在他的選舉的 要投票的那個月 看起來挑戰會更加的巨大 所以他的整合 遇到很大的挑戰 導致他的比較辛苦 那我們再來看 另外兩位屬豬的候選人 一位是這個賴 一位是柯 那他們兩個同時很有趣 兩個人都是受到帝王星造謠 所以他們的這種 領導的氣很強 可是他們兩個有同樣的困境 就是他們同樣有桃花上面的問題 什麼叫桃花上面的問題 不一定是他們的感情問題 可能是異性帶來 包括他們都是異性副手 所以他們的異性副手 會造成他們在選舉上的一個困境 而不是助力 而其中同時間發生在財務問題 所以感覺上他們的異性 他們的這個副手 可能會做出一些決策 跟一些狀態 導致他在財務上面 遇到一些挑戰 而我們剛剛講到 兩個人都是屬豬的 很像我們再往下去看 他們的月份 從月份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賴雖然遇到了很大的財務和異性 他的副手上面的挑戰 但是他成功的整合 而拿到一個意外的資源 天冷的時候 這種梅江峻 或者是新冠疫情的這個風潮 有沒有可能載起 這個所有的人都要注意 再來胃病的部分 就是在2020年這個夏天的時候 因為夏天比較濕熱 整體來講 這個這種氣韻的變化 會影響到每一個人 腸胃吸收的部分